首先看一下这个A选项 中段服务程序一般是操作系统模块 我们知道在中段服务程序里面 大多数都涉及到我们资源的调用 比如说你要Io输出等等 操作系统又主要管理我们资源的分配 所以说中段服务程序大部分都是操作系统模块 所以这个A选项是正确的 由于是资源的关系 那B选项中段向量方法 可提高中段源的识别速度 我们首先知道 寻止中段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这件事情它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采用硬件的 一个是采用软件的 那采用硬件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叫它什么呢 叫它中段向量法 所以说中段向量方法 是一种硬件的 寻止中段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一般来说 同一件事可以由硬件实现 或有软件实现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等效 但是一般由硬件来做 它的这个速度是会更加快的 所以说可以提高这个速度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C选项中段向量地址 那其实有好多个 非常大家容易混淆的 就是说中段向量 中段向量地址 中段向量表 向量中段 听起来确实有点烙 我们一个一个看 中段向量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本质是一个向量 向量你可以在这边理解为地址的意思 所以中段向量是什么呢 是中段这个服务程序的什么呢 这个入口地址 那什么是中段向量地址 中段向量是个地址 对不对 那这个存放这个中段向量的那个地址 我们称之为中段向量地址 就是说中段向量 这个东西 或者说这个地址 它本身也是存放在我们这个内存里面的某一块 那么那个内存里面那个位置在哪呢 就叫中段向量地址 中段向量表 是用于内存里面存放中段向量的那块区域 我们称之为向量表 那什么是向量中段呢 向量中段本质是什么呢 是中段 所以说是采用中段向量什么呢 的中段 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非常混淆 容易混淆起来考 就是中段向量 向量中段 所以西选项 它说中段向量地址 应该是什么呢 中段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的地址 所以这个西选项错误了 地选项是个概念题 中段嵌套 就是重结处理中段这种现象 称为中段嵌套 大家应该有什么问题 所以错误的呢 就选择这个西选项 照题讲解结束